在英国举办奥运会,英国首相戴维·卡梅伦可没闲着,不仅为奥运顺利举办忙前忙后,还在摆忙之中抽空赶到赛场为本国运动员加油,只是卡梅伦的运气似乎不太好,看啥啥书。 戴力和队友在他的注视下无缘男子双人十米跳台脚牌之后,甚至被英国媒体用右键卡梅伦的诅咒来调侃。 这当然不是首相的第一次没运,奥运首日,英国在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上,卡梅伦也兴致勃勃赶到现场,结果成绩最好的只有第92名。 英国媒体甚至挖出了卡梅伦之前的糗事,7月9号,他去现场督战穆雷的温网决赛,结果穆雷输给了费德勒,再次无缘大满贯。 2007年橄榄球世界杯他去看,结果英国输给了南非,转天他又看好英国F1新星汉密尔顿, 结果后者一分之差,区区车手总驾军。